天梦光,太陽還沒出來 爸爸這麼早來聖米歇爾山 到底做什麼呢? 現在很早,天梦光6時左右 我們來到Mont St.Michel附近的泥灘做什麼呢? 我們要像登陸月球一樣 踏出人類的一小步 我們的一大步,走吧! 話說古時朝聖者 要登上聖米歇爾隱修院 不像現在這樣有道橋 當時是連路都沒有 只可以等退潮的時候 徒步走過泥灘才可以登島 現在當然不用那麼辛苦了 但為了體驗朝聖者的艱難 今天就跟著法國的響道 Romei走一轉大約兩小時 首先他會每人派一雙下間鞋 方便走走 不過泥漿很絕 走走走對鞋會脫 其實都頗不方便 真的拙著行動 就要手牽手 互相幫忙平衡 還要記住 腳踩先落地 這樣才沒那麼容易拙腳 記得記得 要跟著響道 因為泥灘有些地方很危險 分分鐘有浮泥 踩上去會下沉和拙實 潮水泥就會浸死了 萬一真的踩中 不要害怕 慢慢抽腳上來 用膝蓋在泥地上 這樣就可以脫險了 那麼危險 幹嘛要離行呢 泥灘上有很多東西看的 好像優人動 穿洗腳印 還有很多漂亮的背殼 最重要是 這裡看得出 真是超級無敵 那麼漂亮 還有聖米歇爾山的天空之鏡板 真是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拍照還拍照 記得行動要快 因為天光潮水一漲 泥灘就會被染沒 不走就一輩子都不用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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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